來來來來 剩幾天六天 今天還在數 倒數六天 倒數六天 明天又是個大嫂族的意思 真的會想念台南生活 我還沒有離開台南前 我就想念台南生活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我看到米國寫的那一篇 遊蟲相仇叫台南 我看到就直接哭出來 但是我當時根本就完全沒有離開過台南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直接哭出來 他就說那個就是每次打火車 然後要回到台南的時候 就是那個什麼 窗戶外面就開始什麼 經過永康那裡啊 然後到台南的時候 他就開始哭 然後我看到就爆哭 為什麼會這樣 我根本就沒有離開過台南啊 我有什麼好想念的 不明白 很奇怪 我覺得台南人 就是對台南人的這種感 對台南的感受是不理智的 你在這裡有一些民族主義 我說的是真的 就是台南對台南的愛是 就是完全沒有理性 然後是狂熱 我覺得像我願意還在留下來 就是調整我的時差 也沒有這麼遠 因為回台北真的太容易了 我知道 因為我是不會回台北 而且可能會有可能 我根本 好 那個我們先試一下音齁 先試一下音 講話看看我們 看能不能收人到 喂 喂 嗨 嗨嗨 OKOK好 那就可以準備開始了 嗨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台南人 今天呢這個我們邀請到曾經 在半年前一起錄音 當時還是這個破敗的這個錄音環境 然後也是地下了我們這個頻道開台以來很棒的一次的收聽量紀錄 的恐怖辣相館 哈囉 嗨大家好 那個設備太高級 就差一點不會用 對啊我這樣好惶恐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是大家圍著一台手機講話 對對對 像有麥克風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因為當時只是用這個這個手機錄音 我覺得很輕鬆我喜歡的樣子 其實我很喜歡那樣子 那為何突然設備升級了 然後有一天就是有一個 那個Podcaster叫做不務正業的超能力 他就說欸你那個音質可不可以改善一下 你都會錄了 錄快要100集了 你好歹對你的聽眾負責一下這樣 我想想也對 所以就 就只好換了 然後自此開始就很痛苦了這樣 因為太清晰了 就是那個收音太清晰會 會不知所措 任何瑕疵都會被看見 是不會啊 那個時候還會錄環境你覺得好棒喔 對其實我很喜歡環境 耶 那我請大家這個做我介紹 我今天那種陣容有點多 對這我介紹一下 1號是誰 哈哈 我們已經忘記到底誰是1號 對我們這邊是恐怖拉相關 有公友1 2 3號 但我們已經忘記自己彼此的順序了 就先這樣吧 好 那今天主要是因為1號 然後要這個 這個讚別台南 讚別台南 然後我們就說啊不然就是錄一下 已經紀念一下這個 這個美好的這一刻 嗯 然後2號怎麼今天總會來這裡 2號規國嗎 對對對 凱旋歸來 凱旋歸 天龍 古龍國 回到古龍國 喔所以2號現在不 目前沒有在台南 離開之前 欸現在離開發財室了 對對對 之前在發財室 哇 這個 對 還記得半年前 而且我們還要在Podcast中呼籲大家去投韓國語 對 所以 對 真的是太棒了齁 最近他岳父還還這個齁 離開人世真是恭喜他 好 然後 對我們這個頻道齁比較沒有在這個 是是是是 沒有在言論審查的齁 就是想講什麼就想什麼 沒問題 那3號今天總會想要來這裡 今天就是因為太冷了 所以我負責開車把大家載來 怕大家凍死在路上 太貼心了吧 因為今天真的太冷了 謝謝司機 就是中午那個 要離開的公友1號還載我去吃午餐 然後我就縮在他的後面 像小雞一樣 機車 因為真的太冷了 我真的是向 所有台南的機車騎士致敬 可是 2號跟3號都是住在台南 都是台南人 台南人 今年真的有比較冷嗎 但是因為 之前我都在台北啊 然後之前 都在很冷的地方 就是在那個淡水啊 紅樹林啊 很濕很冷 然後就覺得 天啊台南為什麼可以冷成這樣 哇 我今天穿兩件毛衣 跟兩件褲子 哈哈哈 但我還是很冷 還是覺得一條褲子 對啊還是很冷 但是我上面穿很多 而且我覺得台南是風大耶 風太大 然後風大就會覺得頭很痛 哈哈哈 對 你有吹到風嗎 是還好 但就是覺得很難 在機車上的時候 對 但今天的風很像就是刮台風耶 對 今天凌晨就想到外面是怎麼了 樹倒了嗎 那個風神 咻咻咻 咻咻咻 那1號是 細紫人 對對對 那你應該比台南人了吧 他超怕冷 超超級 超爛 他穿了牛仔褲 又穿了厚襪子 然後手還 你看穿太多 那你回胎被怎麼辦 對啊怎麼辦 欸我要跟大家鄭重推薦 就是古老人的智慧 我現在手捧著叫做湯婆子的東西 就是台南會出現的水龜 五金行買得到嗎 嘻咕嘻咕 五金行就有 五金行就有 你只要買 你就只要買來 然後裝 因為它是金屬 你就裝熱水進去 然後哪個毛巾把它包起來 你就可以放在被窩裡 你就會安然度過到早上 很棒 哇 可是不會擔心水漏出來嗎 他可以鎖 他有瓶口鎖起來 哈哈哈 老 古老的人咋會發生這種謬誤 哈哈哈 又不是現在瓶管不理他 哈哈哈 能活到現在的東西都不是 不能小看 這真的很帥欸 隨時拿這個在身上當軟軟包 對 但也有熱水 哈哈 胸口碎大事 然後 據我所知就是恐怖大象館 呃 在我們這錄音的半年中 就是雖然我們都沒有找機會 各位來錄音 但是我們常常在這裡相見 就是千咖啡 對 這是 今天大家點了什麼飲料 今天是 三個熱草莓青綠紅 熱草莓青綠紅 對青綠紅 紅綠燈的概念 拜託大家一定要趁著草莓季的時候 過來喝一下它的草莓 草莓系列的飲料 太幸福 我跟千咖啡的初次相遇就是草莓 真的 我也是欸 真的 離開的時候每天都要來狂喝 哇 那你離開之後就喝不到了欸 超難過的欸 因為台北哪有這種價錢的飲料 對啊 沒有沒有 然後台北我剛剛點了一杯 呃就是一個超超過三位數 我真的嚇傻了 而且還沒這麼好喝 對 大家就各位台南人請珍惜 台北要坐下來喝飲料 應該就是至少要三位數吧 對啊 對 工作下來就三位數了 就在幫他繳租金 不是在買那杯飲料 是在繳租金 好好好懷念喔 好 所以這個既然講到這個懷念這件事情 嗨 我也想理解想要詢問一下就是 這個對一號來說 你覺得因為你現在還沒有真的離開 對 你覺得你離開之後 你開始會懷念什麼東西 簽咖啡 簽咖啡吧 第一名簽咖啡 第一名 哇真的 就是第一名 橫跨所有台南的小吃中 底牌好像第一名 底牌好像第一簽咖啡 而且我在說 好像去年吧 就是跟家 就是簽咖啡老闆佳馨說 蛤你是我無法離開台南的理由 蛤 太窩心了 這根本是告白的 告白 他沒聽到 真愛是真愛 等一下等一下自己聽到 真的太 好喝了 哇 嗯 那你在這裡都會喝什麼 沒有草莓說 草莓和草莓和草莓 欸光草莓 我記得我那時候喝超過三個月了 是吧 我記得一路喝到三四月 從一月喝到三四月啊 對 對 桑聖你有喝桑聖吧 有啊 就是當季有什麼 基本上我都喝過 就是我是會跟著就是 嘉興的採買季節走 嗯 很棒 大家珍惜 他有喝過珍珠奶湯 這裡有珍珠奶湯 這裡有嗎 好我給你一個以後未來也可以解鎖的任務 喔好喔 嘉興我要喝珍珠奶湯 欸好像有欸 真的嗎 他以為是有煮 但可能我不在 你有在 我不是啦 我不是 我們喝過布丁奶茶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也有喝過 可能我不在意珍珠吧 我只在意今天有沒有草莓 都沒有發現 唯一指名草莓 就是每次第一句話 看到老闆娘第一句話 就是今天有草莓嗎 對 他就是我在台南最捨不得離開排行榜 第一名 哇 一開始就講第一名了 那後面的 我們要講 我們業配非常的有誠意 後面講的都沒有說服力 但後面就沒有排行啦 後面沒有排行啦 沒有啊 就只是一個我在 後面都一樣 就是短時間內可能想到什麼 他有開然後我就去吃 沒有特別有印象的喔 你不是在想是永濟嗎 永濟呢就是我每次去他都休息 或是在洗地板的 肉燥飯 永濟的那個魚丸湯 魚丸湯 對對對 那是永濟 永濟然後 我好不容易有一天還特地請假 就是他最後一天 然後我騎到那個門口 蛤 什麼 最後一天是昨天 他說他到月底 我好像是那一天的30號去 就他29號賣完 所以30號他就休了 然後我就看著他想說 唉 我不知道無緣 對 所以我就沒吃到永濟 但我在林家肉燥飯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慰藉 就夠了 喔 阿基家肉燥飯 喔 那是當時候還在那一代 打拼的時候 就跟 心靈的撫慰 心靈的撫慰 啊今天要不要去吃林家肉燥飯呢 好 請給我一個小卷 對對對 好 一定會點乾點乾拌小卷 會會會 跟我一樣 會點一盤以上 一盤以上 對 我們會再續一盤 爽吃 爽吃 超好吃 我今天 剛好是漁夫 就是那個插畫家漁夫 po了他去林家肉燥飯的Vlog 我真的是 如何 傻眼嗎 氣死我 我們還有看耶 他到底說了什麼 他點了什麼 他就很不會點菜啊 他就點了 那個 海鮮湯 跟 肉燥飯 然後 那個 脆瓜 就這樣 蛤 沒有燙小卷就 不知道該 白切肉也很好吃 對 沒有點白切肉 對啊 他跟我一樣不會點菜 我是那種會 只是那種會去咖啡店點炒飯的人 這蠻強的 這個咖啡店本人也蠻強 那其實就是自己根本就不吃炒飯 那超級想要在咖啡店點炒飯 那如何味道 這不重要啊 你說這個行為嗎 對 一個行動 不知道為什麼會亂點 那就考驗那間咖啡店了 對 你應該還有會想念的食物吧 還想念 我可以幫你想啊 會比壽壽司 喔對 吃了昨天 對啊 這也是會讓你有懸念的 還有那間五明米糕也蠻好吃的 對 五明米糕 哪一個五明米糕 我們等了一個小時 是在哪條路啊 在那個 在仁環旁邊 中山路巷子 但他真的很好吃耶 他正材實料 而且好便宜喔 他超便宜 我喜歡吃他的海鮮粥 啊 對對對 米糕我反而喜歡吃另外一間 就是那個 水仙宮的綜葉米糕 喔 那怎麼都那麼行家 台南人表示 沒有去過 那是什麼家 那是什麼不知道 而且要 而且點了那個綜葉米糕之外 還要點它的骨肉湯 喔 那樣 對對對 很好吃 還有什麼啊 那個啊 那個水仙宮市場裡面的那個 喔 海產麵 麵去吃了 麵條王 對 麵條王 那個也是等到天荒地老耶 對 我等過好像一個半小時 天哪 但我上個月就是月底去吃的時候 好像等了三十分鐘 就逛個菜市場一輪就快 超快已經很快了 超快已經很快了 還有什麼 那 所以詠季沒吃到 沒吃到 你不知道詠季的味道是怎樣 不知道 我只知道廣仔的味道 因為詠季沒看我就去吃廣仔 就是廣仔 對 還有什麼呢 好吃的味道 那在那個 那個 酪梨 不是不是酪梨 那個 那個 惠比壽壽司你們都會點什麼壽司 他的那個 酪梨桂米糕真的蠻好的 就是酪梨嗎 但是他很常 我直接想到酪梨 他很常就沒有 對對對 那個要季節限定啊 季節 但我永遠會點的 就是基本配件 就是鮭魚卷 那個真的超好吃 然後還會點紫蘇卷 但紫蘇卷要等比較久 因為他是現做 對對對 對對對 也會點這樣一個set 還有 在民族路上有一間蠻厲害的 海南雞飯 真的很好吃 超好吃 馬來崩喔 對 超棒 然後記得點的時候 可以 海南雞飯飯 飯燒 然後另外再加30塊點那個 肉骨茶 裡面會附肉喔 很好吃 為什麼要飯燒 因為我吃不了那麼多 喔 一個控制熱量 沒有沒有沒有 控制 在有限的食量之內 選擇最多的樣子 對對對 對對對 會點菜的狀態 真的真的 我覺得這兩個人很會點欸 就是每次跟他們出去吃飯 絕對無壘 就是都有新發現 就是喔原來可以這樣點 然後喔原來可以就是 像是他們吃火鍋的習慣 他們不是一人鍋 一定共鍋 一定共鍋 然後加點一些特色單點 啊吃什麼鍋 吃什麼鍋 我們 我們可以舉幾個阿關吧 總共吃總共吃 我們 我們就是永遠會點一個 目前啦 皮蛋香菜 超過三次的 反正就是那個配搭配 一定是一半是綠色一半是紅色 好狂喔 皮蛋香菜跟紅番茄鍋 天哪這兩樣都是很多人的雷 對 都是彼此的雷 所以在煮那個鍋的時候 小心 你那個湯要滾出來 你火鍋小一點比較嚴重 就是湯要先咬出來一點 對 就算是這樣你們還是可以一起吃 而且都很會吃 對啊 不是啊 因為你要在有限時的那個 預算跟餵的容量 你就要吃到最多樣的味道 因為你這樣要點肉盤 要點什麼 我們每次都點兩盤以上的肉 我們肉盤就會點那個 食物精算師 分析分析 食物分析師 肉盤就是它的土雞肉 很很味 就是那個口感跟一般的雞不太一樣 對 嫩雞 然後它的 它的那個上等豬肉也蠻好吃 雪花豬肉吧 忘了 反正就是 我本人是豬五花獵人 我超愛豬五花獵人 超愛 公友的稱號豬五花獵人 我的健身教練每次聽到這個都想殺了我 但我每次都健身完之後去吃火鍋 對 每一次 他應該不會聽到這個節目吧 如果聽到的話應該會把我殺掉 那豬五花還有推其他的火鍋店嗎 有就是非常推 府前路上的秘密一鍋 哇 它超厲害 但它是有點偏日式 日式火鍋吧 也不算 但阿關是港式火鍋 對啊它是港式高湯 秘密一鍋的話 秘密一鍋它就是有大骨湯跟麻辣燙的湯 對 對 然後他說他的主餐的招牌人家是冬粉白飯 他說他們招牌是饅頭 哦 但我對饅頭沒有記憶 上次吃完了是覺得就也蠻好吃 但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吃饅頭 對啊很通途耶 饅頭 對饅頭 然後它的豬肉是那個 帶皮的豬五花超好吃 你能想像在火鍋店吃到帶皮豬五花嗎 帶皮是帶豬皮嗎 對啊 然後它是切薄片 所以你也不會覺得很肥 對因為它煮完之後 很薄 就它很薄 所以你的肉片是有嚼勁的 你不是在吃一堆油 哇 很具體喔 很厲害的豬五花 它是我就是離開台南前 啊不知道還有沒有胃容量 會想再吃一次 因為最近實在吃太多 就是它的那個Q度 是比豬耳朵的那個皮還要再Q的 哦是喔 好厲害喔 很厲害 但還是希望大家就是 不要那麼常去 讓我去都要排隊 哈哈哈哈 我們在那邊等過半小時吧 嗯 對對對 這種應該就是要分區配合 就是比方說今天禮拜一然後是那個南區的朋友要去 對 然後禮拜二是東區的朋友 請大家自己拍好辦 就是按照戶籍地喔 就是自己去排喔 這題字太棒了 真的 不然的話就是 就是要等很久啊 真的要等很久 但我還喜歡 喔其實我很喜歡台南的冰店 欸 對對對 草莓冰 草莓冰 就是草莓 芒果好不好 芒果的時候我也是吃得很誇張喔 我有看你貼冰得對不對 對 冰得我超愛 我從他們還在赤坎冬季的時候開始吃 一路 一路吃到就是在萬長 已經吃四五年了吧 比我來 還開到東區的分店這樣 沒有東區是本店 喔東區是本店 東區是本店 我也有去東區吃本店 然後呃 現在的中西區這間是本店 好像大橋又有一間 永康也有一間 對 嘉義也有一間總共四間 哇 好厲害喔你們 真的很厲害 很棒耶 超好吃 然後就是看你的味容量跟你的人數啦 比如我們有一次點的超級豪華 那個冰可以有三層像蛋糕一樣 我們就是三個人一起吃這樣 哇超爽 就是看當季的水果是什麼 我當時對冰得的 你們都講冰得還冰得 我們都講Kaki 我都念它後面的日文 Kaki 對啊 好專業喔 好專業喔 Kaki喔哩 喔 我當初看到Kaki 就是很多部落客在那邊洗 我想這應該是什麼網美店吧 但它是啊 它有一點但它又好吃 應該是貴到爆炸 然後沒什麼料吧 結果欸真的其實不用很貴 它那個料是 我覺得是ok的 很厲害 我現在最遺憾的是 我沒有吃到超限定水蜜桃冰 不然去年一整年的 當季水果限定版我都幾乎都中了 對啊 神秘桃 而且我們也是飆車去 然後老闆說啊今天佩兒賣完了 而且我們還是去本店喔 他說今天沒有了賣完了 QQQQQ 好殘忍 但它麵茶冰也很好吃 麵茶湯圓 嗯嗯嗯嗯 啊講到麵茶湯圓 就是退一下那個 赤坎東間有一間那個 杏仁豆腐也超好吃 喔那間超棒 愛摩多嗎 愛摩多 對對對 很就是 一個不吃杏仁的人 會被杏仁豆腐就是 說服 你不吃杏仁喔 我沒有那麼喜歡 我沒有那麼喜歡 那妳都會自己走進去點杏仁豆腐 對啊 超模特 原來是這樣啊 妳就很不喜歡吃杏仁 我沒有那麼喜歡 我都會不會了 就是 呃就可以 沒有 沒有那麼喜歡杏仁但是那間杏仁豆腐很好吃 就是想吃一個甜點的時候 它是一個選項 喔喔喔 對對對 哇 嗯很厲害 超級喜歡 所以這樣看下來 妳滿 滿熱愛台南的 超愛愛台南超級 哈哈哈哈 都為了食物願意排到一個小時半 最長紀錄 一個小時半是誰 我們還我們 就是 如果排除台南啦 我們為食物排隊的時間 兩個半小時 對 我差點殺了那個店 欸 這麼差 沒有但那個真的是 心血 那間是心血來潮 對 然後因為真的沒定位 然後因為真的很想吃 然後不知道 燒肉 到那一間 到那個城市吃那間店 跟這麼多人吃 燒肉 城市 台中 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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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宋馬 沒有 另外一間 X6 哦 對 欸你是高雄人嗎 對但 我不是很熟這間店 好吃嗎好吃嗎 就是一般人都會把 烏馬跟X6拿來做比較 他是一個同等的 對 就台南的探卓就對了 然後我們之前 沒有探卓跟他們是不同等級 這樣子喔 嗯 他們兩個等級比較高 哇 聚 聚吃過茶六跟巫瑪的人說 再去比的 對 那台南要用什麼對比他們 有人說老乾杯耶 但因為我也沒有吃過 那我覺得老乾杯不一樣 我就也不知道他 然後我覺得 我看老乾杯跟那種 台南不應該吃燒烤 台南之後出來的就會是炭佐瑪莉耶 是要怎麼比 台南就是吃火鍋就好啦 幹嘛吃什麼燒烤啊 那你們吃過胖肉鋪嗎 沒有耶 胖肉鋪 我沒有 其實沒有那麼喜歡吃燒烤 好好好 跳過這題 也還是可以進去 就是茶六我們都等了六個 兩個半小時 對 好扯 唉 好累喔 真的對食物有堅持有熱愛 沒有想說下一次去高雄 那麼多人一起吃飯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忍著吧 主要是因為有人吧 對啊 有人一起吃 然後在排隊等待的時候 會一起聊天 很多人一起吃 就享受那個等待的過程 你是把從咖啡店的聊天時間 挪到排隊隊伍線在外面 還不用錢這樣 還不用錢啊 然後你要就是要茶 要什麼的 你進去講一聲就會有了 對 超棒 嗯 台南還有什麼 所以剛剛講到燒烤 其實之前我們有一直會去吃一家 是那個旅人 喔 跑去新竹的傢伙 好好吃喔 他去新竹啦 他去新竹啦 可惡 沒有他要再講 就是已經 休息的阿龐 對 我永遠的 阿龐的地位 所以跟簽咖啡 差不多 就是頂次簽咖啡而已 為什麼 阿龐超好吃耶 喔 阿龐有一道是那個 鱘肉棒 然後外面是牛肉 鱘味棒 然後用牛肉片捲起來 牛肉蟹捲 對 還真沒吃過這個 這是一個超荒謬的 我們那時候第一次去就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 而且又好貴喔 他一百塊喔 好 就後來有一次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點了 就覺得天啊 也太好吃了吧 超 我有復刻過 就是在家裡 在家裡 就是煎肉片的時候 有復刻過一次 然後就覺得 還是沒有阿龐 烤的那個味道好 但是有接近了它 那因為好像聽說 阿龐身體 就是 的關係 最近好像點休了 對 當時你們是在TCR系 裡面點出來這樣 不是耶 直接去他 就是想要吃宵夜 去帶兩三串 他不要去TCR系 而且TCR系 進場也要 欸說要排隊 TCR系 我們也有等超過三小時喔 天啊 阿龐在家裡等啦 好可怕喔 就是 零個號碼拍 然後先回去晃一下什麼 時間到了 凌晨十二點 打電話來說 換你們囉 然後我們進去 合到三點出來這樣 對 我真的覺得你們的蠻狂的 但我覺得 可以講酒吧 酒吧 喜歡的最近是那個吧 巴Thinking 跟一猛 還在想 對對對 這兩間也是一個我會 想回來繼續喝的 真的很好喝 然後氣氛也不錯 就是你不會有壓力的飲酒 哇 什麼叫壓力 對啊 有壓力的飲酒 有什麼狀況 應該說裡面的客人的那個狀態 就是不會很吵鬧 或者是 有那種翻桌壓力 或是要求你 就是隔壁好像又打起來了這樣 不是翻桌 或是店員 翻桌率 翻桌率 不是那個啊 對不是要打架 應該是那個啊 不是不是 我們不是在熱炒店 對啊我以為是海產店 那種畫面 不是不是 欸那我等一下要分享 我就是想吃的海產店 那這次應該沒辦法了 台南的海產店嗎 應該是熱炒攤欸 熱炒攤 我也是蠻鍾愛台南熱炒攤的 沙桃公 超愛吃炸雞翅跟炸肥腸 那那個也是要人多才去吃 沙桃公指的是 在廟前面賣的 不是那一間 那一間是 西門 那一間是琴阿咖 所以你們吃的沙桃公是 在西門路上 中正路的麥當勞附近 對對對 然後他有一個 用一個桶子吊起來 然後寫沙桃公 看到你會就走過去 不會走進去 對對對對對 謝思源寫過 嗯 哈哈 我自己是蠻喜歡那本書的啦 嗯 嗯 浮成一味浮成一味 好書好書齁 那 很好吃 你們在那邊怎麼點 一定會有炸雞翅 一定會有肥腸 對 然後點關東煮 我就愛吃這兩道菜 就它是我吃片台南炸雞翅 就是炸的真的很好的 然後之前有點過它的那個豬肝 好像是紅燒還是什麼 它豬肝不錯啊 就很厲害 對啊對啊 那一道超強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啊 好像就是這些 對啊 而且它不貴 對它也是很便宜 我有時候就覺得說 那一間店 就可惜在它的這個環境 對真的 沒有 沒有 這樣才好啊 沒有人說 借有行家才會進去 對啊 那你們都叫它殺陶工喔 原來是這樣子喔 它外面掛著就寫自己是錯 它是名字吧 對啊 原來是這樣子 它不是自己就掛著那個燈籠就這樣寫 然後每次都要去停車 就停到錯的地方再開回來 對 我在台南有 就是從憧了兩個 我稱他們為台南 台南KOL 就是 謝小武 謝宅謝小武 然後 那個 尤志偉 那個風扇旅行尤志偉 這兩位這個在台南話序的Gendang的大大 他們認識的起始點就是那家間店 他們當時一起開始搞老屋 一起為台南文創做事情 就在那裡開始 原來如此 好棒的店喔 所以現在簽咖啡要塑造一個新的巨店 哈哈哈哈 就是KOL的劇集 對對對 原來KOL的劇集 以後我們聊天就說 我們跟那個長安那一個在簽咖啡 我曾經跟長安那一起 路過音耶 我有上面查到那個節目 應該是跟恐怖大象館路過音 沒有沒有沒有 這可以寫在我人生的那種履歷裡面 你用地名面說不好意思 我跟長安那路過音 我這裡很多貼紙 幫我發一下 去回台北貼在各個電線桿上面 麻煩了 可以耶我幫你沿著台北捷運線貼 你要紅線還是綠線還是藍線 都可以喔 還有什麼 等一下妳剛剛說Buff Thinking 那另外一間呢 另外一間是什麼 但是妳可以在外面抽來是可以了 對但不想要整個人像被煙鬼一件 然後沒有喜歡那麼多的人 或空間那麼大的酒吧 對啊因為要翻桌率 你就會喝得很有壓力 真的 如果你不想點到長飞行 是啊 你這樣一個半小時喝完 marque 好浮吐 太壓迫 所以我們以前就是 還會去TCRC的時候 我們都是12點進場喝到打烊 因为就没有压力 对对对 因为如果你是八点或十点进场 他限时两小时你就得出来 对对对 十二点进场你可以多喝一杯 那你们会在里面怎么跟 八天的点酒 你们的点法是什么 一个是看那个酒单 就是你刚好看他 现有酒单会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最近去发心情的时候 比较多是会去描述我现在想要的 口感味道跟我不喜欢什么酒 然后他就会 他就会给一些 叫他出他那个 没有我都听不懂 他说好好好 特殊的东西出来 我每次都好你决定就好 我是个随性的酒客 反正这两间调出来就是你要的味道 就是一个东西 就是还不错 嗯算是吧 就喝起来不会负担 然后又让你觉得有新鲜感 你不会觉得说上初我已经喝过这款了 不会我每次都不会点同一个 我永远都会点新的 哇 我觉得喜好尝试 是 嗯 这真的是考验一间吧的最好的方式 嗯 而且我觉得Bout Thinking蛮好是他会 跟你解说说你现在点了酒他大概是 比如说他是哪一个经典调酒 然后他做了什么什么增加了什么 然后把他变成你要的风味 就是他讲解很详细 因为我觉得现在有逻辑在提 对就是因为有些经典调酒他就是会有些基本的步骤 然后每一间其实喝起来味道可能不太一样 但他就跟你说他可能用的鸡酒是哪一家的什么厂牌的什么 然后觉得会因为他对每一个顾客他都做这件事就表示他在意这件事 因为还蛮多酒吧现在其实就是他就他就出然后他也不太 就拼了拼了 对就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他是对自己做的那件事有坚持的 有 就会觉得会喜欢再去或是跟他聊说 诶那这一次是为什么跟上次味道不一样 或为什么 对 就感觉去喝酒还可以跟他学一点东西 就是他在你在点单到喝酒到离开前中后 他都会来 关心你 没有压力的关心你 就是跟你讨论你现在喝的酒 是不是你想要那个状态 对对对 有不想要的时候吗 应该是第一次去的时候不小心 应该是我个人问题描述错误 因为点了 因为鸡酒他那时候推荐请酒 他请酒基本上没什么酒味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到底是来干嘛的 但他是好喝的东西只是没有我想象中我今天来喝酒 没有酒感 对没有酒感 但是因为是我自己描述的问题 所以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特别跟他讲 我上次点了请酒 但因为我想要更有酒感的酒 他那时候好像换了一个的 第二次去的时候给我莱姆 然后他有特别跟我说 哦那个经典条酒 他莱姆的酒 他们换成另外一种更有 好像是烟熏跟木质的香味的酒 喝起来的感觉就很舒服 哇 我觉得我们现在聊酒吧的深度已经超过我之前一集 那个五十千霸的深度 什么啊 那你才厉害吧 我也是很想要我年轻有经过李白 我想说哦原来就是这个娃娃机 对对对 还好啦还好啦 就是 因为那我们算是那个狂饮 没有认真的考验每一个 八天的 应该是我的体力跟 也没办法那样喝 没有办法这样喝 我大概我是不会到 我的算喝醉吗 应该是喝到后来 顶多就是想睡觉的反应 大概大概烈酒 可能大概两三杯就差不多 所以没办法喝五十杯 虽然我很想去尝试 但我可能会死在半日子 一直想要去那个 酒吧马拉松 那 热炒店 除了唱好公这间之外 之前吃过 叶家嘛 然后秦阿咖 秦阿咖 秦阿咖 你们都会想回去吃吗 还好 目前还好 因为他 就是一开始会带一些 就是日本的朋友 去 或是人很多的时候要选 选那种 比较热闹又吃得到很多 因为觉得其实他有点贵 对啊 他其实蛮贵的 东西少少的 啊但我们的口味 偏比较不那么稀释 我个人啦 嘿 对对对 这是我回台北的一大困扰 因为台北的餐厅朋友约聚会 松饼意大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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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吃干面 啊我要推荐一个就是我个人超级 我已经去巡礼玩了 就是民生路的意面 蓝意面 蓝色意面吗 蓝色招牌的意面 蓝意面 最近换新招牌了喔 对 变蓝意面 已经不蓝了吗 更蓝了 更蓝了 超蓝 超好吃 对啊对对 就在海岸路跟民生路交叉口 要在离开台南之前发现新的好吃的东西 没有没有他一直都是我的名单 吃三四年有了吧 哇 对对对 那可能里面有加一些什么东西 对啊我觉得 应该是有喔 我们最高记录曾经每个礼拜都去吃耶 就每礼拜的某一天 固定某一天 这个就是就是上瘾了啦 然后不是会有阶段震动 你的影头影头是来自他的面条吗 还是 哦反正是卤味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喜欢他的卤味 他的卤味真的有点贵 可他真的 因为我们有去别间面店试过 那我要推荐一间卤味超便宜的店 哪一间 在那个 颜平俊王池那个福德池的旁边 那一间 榕树下的那间面店 哦那一间 他的卤味怎么夹 永远就是很便宜 我那天夹了一个猪蛇 一个海带一个豆干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才四十几块 哈哈哈 然后想说奇怪什么算错 诶你在哪个地方 蛤 我说想说你在哪里 对啊想说在哪 所以每次吃永远不会超过一百块 对 卤味的话我还推就是 我现在剩下 剩下为数不多的时光 来的机会想去吃的是那个凤卤味 康乐杰跟那个 辰辣酱酱 辰辣酱酱超好吃 然后乳鸡 啊我一定要说 阿嬷的芋头柜超级好吃 哇 阿嬷有一阵子休息的时候超难过 阿嬷身体不好好帮我等阿嬷回来 那个芋头就是阿嬷做手工芋头柜 很好吃 很棒 嗯 你一定要去吃 那你们在那里会点他的精量啤酒吗 没有点过耶 都骑车去啊 还是要手法一下 因为我觉得在那边很棒就是有好的啤酒可以配 嗯 其他地方都只有台北 我觉得 哦那边很 我们去 很有面子 带台北人来吃 就喝这个 对 台北人就是要学习一下 如何会吃食物 如何不要再只会喝金色山麦嘛 去金色山麦吃炸物 对对对炸物就久了也是会腻 然后也没有食物的深度 可是你刚才有说到卤大肠你有吃过卤董的吗 没有耶 是那个金华路上面 是那个龙猫美食森林的爱店 他的卤 他应该说炸大炸的那个大肠啦 卤大肠 你感觉会很爱 我们应该去试试 卤大肠我比较 也 但是一阵子了 就是以前那个金华路上苏家锅烧意面 对对对 他就是要开不开的使用 要开不开 真的我那天突然 他现在还是这样 对 我那天想说好像就是巡礼也要巡一下他 就没开 对但他的那个卤猪肠蛮好吃 也蛮好吃 啊我跟正家我刚刚讲的是炸肥肠 炸肥肠是炸肥肠 你的最爱 好好是去一下 但太好了有点油 讲到肠就想到我们上一次是在那个 那一间什么阿民族星的隔壁 的那一间 他有烤香肠 烤香肠 什么米糕啊 在保安路上阿民族星的隔壁 的那一间米糕 然后他的香肠蛮好吃的 然后他就会用一个小的 炭火炉在前面烤 然后他也没有在好像也没有在菜单上 重点是他没有在菜单上 然后他又长得很长然后又超黑的一跳 然后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在韩国吗那个血肠 然后老板就说没有这香肠 然后上一次吃就真的很好吃的 他加蒜头 对他会给蒜头 古法的烤香肠 对超厉害 这个厉害就是在米糕店点 不是米糕的东西 对 我们常常去米糕店点不是米糕的东西 就是我就是钟爱骨肉汤一样 在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 泡垫米糕 他有一道 有一道粥叫做地瓜叶粥 一个非常朴实的东西 以前他这道菜是用来救济 经济不好的小孩子 他这道留在那边是因为有些小朋友真的 他的家里实在太辛苦所以还需要吃那个这样 他的价格真的 他已经很便宜了 还要救济别人 超过分 我觉得 他人太好了 我觉得他好棒喔 就是我那天在就是虽然等了快一个小时 但我还是想说哎没关系啦 而且他们很家常很日常 对啊 阿姨就说坐下坐下 要手写菜单 对 很不能适应 而且他要把全部的唱都备好之后 全部都到里面 因为我们那时候等成就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怎么快一个小时了 结果是阿姨坚持要全部的都 全上菜 对才可以上菜 对 很猛 他以前不会啦 只是因为现在 他没有全上他真的记不住 他人太多了 像我们那天前面好像就四五张单子了 对 然后一堆外带 对 应该是旁边的小班族 大家去吃 嗯 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客凶啊 对 一定要推荐 客凶啊 可是客凶最近好像在筹备新的 计划 对 宜店的样子 对 我真的好爱 城堡 他们家的狗 狗狗 他们家的狗 还被客凶说 你是来吃饭 是来玩狗的 哈哈哈 我说我是来看城堡公主的 他们家的狗狗 对 那只 白色的小狗 就是 对 一脸淡定的脸 这样 超级可爱 而且你们都很行家耶 都会找到很棒的东西 像就是 一开始去客凶的时候 其实其实我们就每次都是那种小心 也没有小心 就是要去吃个饭 然后 然后就不小心跟老板变手 对 厉害 而且那次是老板突然跟我们说 你都没有跟城堡打招呼 他会难过 我们说 对不起 然后就开始了 就是跟城堡就是爱的交友 爱他 超爱他 对对对 从此以后对里面的菜色就 就完全不屑一顾 还是有啊很好吃 我们那时候一直想要去吃那个 鸡酱鸡腿 对 终于吃到了 辣椒鸡 辣椒 薄皮辣椒鸡汤也蛮好的 然后仙草面也很好吃 对 他东西真的是很好 对 还有什么我们很常吃的 每次都会点 美肝扣肉 他的美肝扣肉是我少吃的 因为我通常不会把美肝吃完 他的美肝扣肉少吃 我会吃掉的美肝 那个调味很棒 对啊 我们还会点 全部都吃过 对我们全部都吃过 超好吃 对都吃过 我觉得他这间店 我唯一的缺点就是白饭煮了 不够好 我还私讯跟他讲 你这件事情做好 你他妈就超完美 那他有 他有感想 他可能吓心的句话 我本来在等客凶早餐车 结果没有等到 就没有等到 对不起 如果陈寶有听到的话 请等等我 我还会再回来的 所以 这我就好奇了 你既然对这里的这个 热爱如此 是 你怎么会想要离开这呢 就现实考量 就是我们这里的工作环境没有台北好 哈哈哈哈哈哈 你干嘛 从发财事怀人哈手哈 哈哈哈哈 手机跳楼 手机跳楼 金光是手机跳楼了 呃就我觉得就蛮现实考量 因为我们曾经也有想过 就是找就是如果台南也有机会的话 但显然呢我只能去当卡车司机 对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薪水我们怎么看 怎么样就比现在更好 可能真的要去考大卡车驾车 对呀 这个你知道我本人就是我的机车已经是最矮 我都快要踩不到地了 坐到卡车上应该看不到钱 我无法靠 我们倒是一个就是开开吧 太大卡车要踩高球的重灾 现在卡车司机的薪水是多少 我好奇 四万以上啊 对啊四万起轿 这样还要搬货欸 我无法 货比你大 对呀 货货还要中 就像像我家那一堆东西 那你家那东西是你很厉害才有办法这样做 嗯对对对 现在在收行李收到就是仿佛我在这里住了20年 这个每个人 之前有朋友说 你不是还贪了10年了吗 对对对 我最常被人家这样问 对其实我也才来三年多 一点一点 哇 对 对这样真的很就是 二十几箱齁 可能会超过吧 对现在说 心里挺大家 如果是就是 住在外面的话 还是不要乱买东西好了 你总会不知道你下一步会去哪里 可以爆料吗 嘿嘿嘿 别人说胡椒吗 哈哈哈哈 胡椒粉有四罐 四罐哦 而且是不同的胡椒粉 小窩房 对 就是有汤用胡椒粉 然后还有黑胡椒粒 黑胡椒粒 你跟另外一个 粗的黑胡椒粉 四个黑胡椒粉 这真的是 挑剔才会需要每一种都有 对 然后所以我在办那个房间拍卖的时候 大家一边狂笑 一边选物品 对对对对 对啊就是除了当大卡车司机 哈哈 对对就是 很现实 是 或者找一个船厂的人嫁了也可以的 对 哇 他还是别演到那一部好了 毕竟就是现在社会新闻也是有点多 不需要再添一种 嗯 当然我觉得 第一道也不是说要回台北 或是得去台北才有工作 应该是 就是可能就只是一个 刚好 不然我之前也有打算去一些 如果有机会的话去 比如说 离岛啦 或是台东啦 或是屏东之类的地方 就倒也没有局限于自己的 离岛台东屏东 所以屏东也是离岛的意思 不是啦 我就是说 除了离岛地区之外 就是对我来说 就是我更向往 其实是南方的生活 所以台东跟屏东 曾经是我一度 有考虑过的 如果下一步可能会 春半岛 好棒哦 超喜欢 哇 对对对 下一步可能会去地方 就是想在那边生活 哇 但就 还啊 就是现实的经济考量啦 就业环境啦 就是你目前刚好 可能可以找到 你下一个想要努力的目标 只是刚好在台北 嗯 对对对 我倒也没有想 那么快回去 食物难吃的地方 对不起 要台北人 但我自己是台北人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 其实我一直很不明白 就是我一直 就是 一直问过很多台北人 就是 对啦 我台南人要在南北 就是到底为什么 因为台北应该是一个聚集全台湾各地的人都会去的地方 然后都在那里工作 然后他应该有来自各地的美食才对啊 有啊 而且他是一个 还是有啊 资源最丰富的地方 有啊 不管是行政资源还是各种 各种就是 跨文化上面的资源 其实他应该是集中全台湾资源的地方 可是竟然他 都被评价为 是不是不好吃 这还蛮奇怪的 但其实他还是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但你要找 毕竟我在台北待了快8年 哇 或是找了不少好吃的东西出 我待了25年 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口袋名单 就是 永遠某一間的米粉湯 怎麼樣每次回台北都要 細紙的市場裡面 對 那些米粉湯吃到老闆說 啊你回來了 哇 對對對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那台南有 好像也就那麼一間 你有在台南吃過米粉湯嗎 台南的米粉不是細的嗎 我不是小姐米粉喔 是台北味的米粉湯 沒有耶 因為我就是想吃米粉湯就回台北 我沒有要強 強人所難 就是大家各有專長 我自己吃過那個 景美那邊的菜市場裡面的 景美 對 台北景美的菜市場裡面的米粉湯 但是我覺得還不賴 細的 粗的 呃 它應該算是 細的吧 哦 應該算是細的吧 因為台北人吃米粉湯都吃粗的 就是米苔 我們會講米苔木的那種粗 我沒有吃過粗的米粉 那歡迎來台北 米粉也有分粗細喔 這我第一次聽到 就是我們覺得是米苔木的東西 對他們來說是米苔木的東西 不是 米苔木超粗耶 米苔木是米苔木 就是那麼粗 沒有 米苔木是米苔木 米粉是米粉 一樣啦 對對對分開 我們現在討論是米粉湯喔 米粉湯 不要吧 可是你的米粉 跟這裡的米粉就不一樣了 對 台南米粉是細的 那至少是它的一百倍吧 應該是 對 膨脹過多 對 那種米粉是沒有嚼勁的米粉 有嚼勁啊 有有有 還是有一點 它就是台南小卷米粉 會出現那種粗的米粉 對 是長那樣子 但是口感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一段一段的這樣 超好吃的耶 我家附近那一間 很好吃的 台北家附近那一間米粉湯 這是招待來自四海的朋友們 八寶米粉 沒有那樣不一樣 有八寶米粉 跟一般的台北米粉湯 那種光的米粉就會 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的變化 對對對 好啦 這是台北的我個人 就是對台北那一間不忘 但因為台北比較更多的是 連鎖的店面 或是更消費高一點的 比較偏西式的餐廳居多 或是朋友要約 比較不是你現在如果 隨便就是啊 去吃個民生路意麵 大家都會說好 然後就去 台北怎麼可能 誰會跟你去吃麵店 真的嗎 真的會這樣嗎 你看你是在什麼狀況 你如果現在是 大家都然後就業了 然後突然跟你說 我們去萬華吃麵店 那才好吃好不好 那是我跟你才會去啊 一般正常人才不會說 是不是帶你去一個 充滿阿伯的店 所以你說這個是聚餐場合嗎 對這種如果要去吃 朋友聚餐的場合 聚會的那種 就會挑連鎖店 大部分吧 像是才不會去吃 萬華 夜市裡面十塊錢的高麗菜飯 誰要跟你去吃 但真的很好吃對嗎 真的超好吃 整間店之後我們兩個 像另外一個世界來的人這樣 可是聽起來像是不同的考量 就是你有 社交的 應該說朋友群吧 就是如果十個人 他就不可能去那間店 那就沒有辦法啦 會把店內占買 那你十個人可以去吃 明神露一面還有個大圓座 嗯 對類似這種 像你去吃客兄 他也有個大圓座 那些十個圓座 我們每次吃餐不是嗎 而且我們還在裡面 超嗨 大概是這種差別 對對對就是 唉 我想推的那間是在 從明路上 他就寫台北米粉湯 因為我一直很不敢走進去 有一天我真的浮起勇氣 你說景美那種嗎 不是不是在台南 台南啊 因為我是吃過台北之後才確定說 好我現在大概知道台北的水準 怎麼樣了 我應該可以來烤一下台南的 這個台北的 其實我覺得差距不大 真的喔 它的味道基本上是台北的味道 啊 不是台南小卷米粉 可是在台南就不會想吃台北味道啊 但是我可以明白 台南就是要吃加糖加很多的小卷米粉 我可以明白有一些台南人他會想要試試看 所以那間店才活在那裡 他真的開很久 我覺得莫名其妙 你怎麼可能活在那裡那麼久 真的 他應該要多一點這種店 不然台南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多甜啊 哈哈哈哈 很煩你知道嗎 你會覺得甜嗎 但因為我不吃 我不吃羹 羹湯類的東西 我不是在台南吃羹 我這樣講有點失禮 但我真的覺得浮水魚羹本人就是 一道甜點 不是 它超誇張 它就是豐年果糖配肉魚羹啊 我超愛浮水魚羹 亂講 你亂講 對不起 哪有豐年果糖 那個東西是酸的 是鹹的好嗎 而且還有加烏醋跟薑屍 我就不行啊 我就覺得我不能 所以我在台南 唯一沒有碰觸到的菜類就是羹 羹類 完全不行 那鱔魚義麵你可以嗎 超討厭 哈哈哈 天啊 你是討厭鱔魚還是討厭那個醬 我都不喜歡 討厭羹湯 就是我不喜歡那個羹啊 你知道對我來說 羹就是 你就是不要勾芹又不要甜甜 我喜歡勾芹 但我喜歡勾芹 我對於羹的記憶 停留在港式餐廳吃翡翠羹的那個狀態 喔那是鹹的 對是鹹的 你知道就連台南流水席的翡翠羹都是甜的嗎 我要吃台北翡翠羹 欸你們說台南流水席是一個表演嗎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我們有去看但不是那個 對 是真的在路邊辦耶 對 那種就是外面那種 驗食的 嘿嘿嘿 假的假的那種 嘿嘿嘿 那個那種 就是那種翡翠羹超級好吃 而且它都甜甜的 哈哈哈 不要 欸這樣講到港式就推 我還有很想 離開前已經去巡禮 巡禮完成的那個 辛華茶餐廳 另外今天也很好吃的就是 你講的那些 欲欲點 你們推的欲點 真的很棒耶 嗯 我們後來一直買蘿蔔糕 哈哈哈 欸很難搶欸 一個禮拜只有五十分 每次都要看 欸PoLay趕快按下去 蛤 我 順其是要先打好 唇打然後每次 欸複製然後貼上去 哇 真的很厲害耶 我覺得就是小點類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台南有個比較厲害 的是那個餐廳 沒有那麼多感覺是 連鎖的感覺 就是大家很努力的在 嗯 經營自己的小生意 然後每個都做得好好的 嘿 對對對就是這種 你很像去吃人家家吃飯 而不是去一個餐廳家吃飯 嗯 我每次在那個玉典都覺得 啊我好像去香港人家喔 就是看香港新聞 對對對 嗯 那很棒 那喜歡的部分 欸 怎麼了 你自動幫我Cue 嘿 因為剛剛講到糖嘛 那喜歡的部分 我們就是 對就是你有 什麼不適應的地方嘛 就來了這三年之後 覺得 喔 浮水魚羹有怎麼樣都吃不下去 我完全不吃啊 我只有在 七八年前來台南晚的時候 吃過一次 然後我再也 這三年完全沒有碰過羹 就是因為你有那第一次 所以才會知道說 這個東西不能碰 真的完全不能 還有什麼不能適應喔 我覺得一開始來的是水 欸 對很 就是名聲導向 我一開始來的時候 皮膚狀況變得很糟 就是你不適應那個水質跟空氣 而且我一開始來的時候 並不是住在 市中心 我是住在比較 公宴區那附近嘛 就是那邊比較方便宜 所以就沒辦法適應 蛤什麼 我們家外面現在充滿了臭氣 就是工廠 湿料工廠 湿料工廠 對啊 你就會覺得你是一隻雞 你在飼料裡面 好可怕喔 對大家 因為我 台 當然台北也是有空屋啦 可是因為我台北 我不是住在市中心 我是住在空氣相對超級好的地方 嗯 所以我來的時候想說 這裡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城市怎麼那麼 髒 空氣髒 所以那邊是 安南區的工業區 永康 永康一帶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台南空氣滿髒的欸 我一回來 對啊我也是欸 就一回來就 發炎過敏了 兩三個月沒有好 天啊 因為可能在台北 待了很久 然後一回來反應就很大 對啊 對水就很不能適應嘛 就是 就是你 你洗澡洗臉洗頭的感覺 你就覺得 那個水 水質 水質怪怪的 所以就是你變成是你的蓮蓬頭 或什麼你就會加裝一個 可能在 稍微濾水 對 然後飲用水也是嘛 我就是我們 剛剛來的時候也在討論說 台南人好像沒有直接開水龍頭喝水吧 大家都是 誰敢啊 對啊 直接開水龍頭 對啊就很 嗯 很久以前我家真的會 就有個專門燒開水的大的那種水壺 然後是 真的會用水龍頭水燒開水 可是因為那個水垢很嚴重 後來就放棄這件事情 後來就是直接去加水戰 真的是加水戰 水垢真的很嚴重欸 就是連玻璃杯 你喝完就是擺擺一擺一層 嗯 對 美女都要定期的去洗那些水垢 所以你現在 這三年來 水的部分 還沒有辦法適應嗎 因為這完全沒改善嘛 沒有啊就是 比如說 家裡就會有一個 欸不是業配 反正就會有 然後Brita先濾過 哈哈哈哈 是喔 這好厲害喔 欸對啊 天啊今天討論好細節的問題喔 好棒喔 因為我曾經當過牙柱 我知道了 不小心牙齒 如果怎麼樣 前牙醫助理 N9之前 五六年前吧 七八年前 是因為要護牙的關係 才用好的水漱口 就是 又不是在沖咖啡跟釀酒 還在沖咖啡跟釀酒 還在沖咖啡的水漱口 是不是會牙結實 欸欸 為什麼 不是主要是你要想一個問題是 因為我住的地方 不是 不是大樓 是公寓 可是公寓的水管 你不能控制 然後你水龍頭 又不能把它整個拔掉 或是那個水龍頭 沒辦法加裝濾水器 所以你不知道水龍頭的本體裡面 也沒有 就是 髒上的東西 所以為了要 好細節喔 好害怕喔 細思極恐 真的好害怕欸 對啊 我就 然後我每次就 我每次超級 恐怖家庭一群 我就是一個會很想要 就是 過濾水的人 然後我就看著我的 就是浴室的那個臉 那個臉盆的那個水龍頭 我試過各種的方法 想要把它拔下來 或者是 對它裝濾水器 因為老式的水龍頭 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對 我就放棄了 就是別人給我 就是接收二手的 Brita濾水服 我都會把水放在裡面 然後用那個水刷牙洗淋 哈哈哈哈 好講究喔 真的講究欸 不然你還不知道你 你這樣刷牙還是會不小心 吞到水啊 你喝到什麼你知道嗎 我就不去想這件事情啊 對啊 很害怕 從來沒擔心過 對 很可怕 很荒唐的東西 你的家本來就蠻荒唐的 哈哈哈哈 欸我家有很多 就是為了改善生活品質的小物 欸還有什麼還有什麼 除了湯婆子以外 我不 除了四罐小莫綁之外 還有四個指甲剪 欸欸欸欸 不是啊 那個是指甲剪 不見之後買了新的 結果舊的寶珠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以為是不同公用的指甲剪 一個是撿左手一個撿右手 一個撿左手一個撿右手 每一個掌都要一個手 對專用的 專用撿 就像brita的水要漱口吸煉 哈哈 那現在在台北就是 你都不用擔心這些問題 水就是很自然的喝 爽喝這樣 台北 但我覺得就是台北的居住環境 因為我家不是公寓 台北的話是那種社區大樓 它就會有人定期洗水塔啦 然後喝水部分 我們家就有濾水器啦 插電的那種 對 所以就不會有這些 麻煩 害怕的問題 對對對 但我本人就是一個 會去把家裡水龍頭 拔下來洗的人 對 所以我定期會做這件事情 嗯 狂 對 覺得大家還是顧一下自己的水龍頭 覺得很害怕 我 那 我自己分享齁 就是 我自己覺得我在台南最喜歡喝的 店家的水 不是添咖啡 是 那個 有藝家 賣藏粉的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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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店名叫有藝家 有藝是哪個有藝 藝是那個 藝是那個 口跟巴的那個藝 口 喔 口跟巴 對我們會放在show note 讓它 喔 口在上面 口在巴的上面 口在下巴的巴上面 喔 走腹右翼的那個 專業 走腹右翼 它就是 賣那種 那種 長粉配咖啡 然後很衝突 但是 我覺得它真的厲害的是水 我就覺得 喝到這杯水就知道這間店 有用心這樣 因為台南 太容易喝到爛水了 如果你要真的要挑水好不好喝 真的要裝一些好的濾心 然後那間店就讓我覺得 我可以在那邊喝水喝一整天 所以你有去問過老闆他們是 裝濾心處理那個水嗎 你知道當你問了這個問題之後 老闆都會露出一種 他媽啊 終於有人等我 我花了二三十萬 就是為了等你這句話 哈哈 超棒 對 如果以後就是有人專門去有一家喝水的話 那老闆應該要知道說是查那個問題 你又開始賣水 對啊 會不會下次該買水 提供給大家良好的水源 沒錯 真的水很重要啊 就是我覺得 好啦這樣講蠻好笑 就是那個 不是 幾個深層藥素嗎 水 空氣跟陽光 但我覺得個人 個人想說 台南大概就是佔了陽光這個月 陽光吧 陽光90% 沒有空氣與水 欸 欸我們因為我們騎摩托車 所以每次就是回 晚上回家就會大家都會分享說 欸我今天鼻孔好髒喔 啊 欸你戴口罩一樣沒有 而且我口罩戴兩層 真的超 沒有用 超級沒有用 真的很可怕耶 剛從發財室回來的我本人表示 髒嗎 我覺得差不多 哈哈哈哈 真的差不多 沒有適應問題 一樣 就是沒有 就兩邊沒有 沒有誰比誰差 啊 但是我覺得 台北是因為你 不會有那麼多騎車的機會 對啊對啊 都在建築物裡面 而且如果你又是通勤 就是搭大眾交通運輸的話 不太會有那種感覺 對啊但如果你硬是要騎車 我相信台北市的鼻孔應該是蠻髒的 哈哈哈哈 就是那個 那個大家 車流量 台北有別的推力 就阻止你去騎車吧 至少對我而言 我覺得車流量 然後下大雨就夠了 對 下大雨 常下雨 然後跟公車搶到 這件事情我覺得太可怕了 乾脆不要騎 對 沒有下大雨就會阻止你 其實在大雨 連門都不想出了 真的 就是待在家 相信現在的台北的朋友 應該大家都想待在家裡 也不想去上班吧 所以其實我這台 聽眾最多是台北 聽眾最多是台北 真的喔 聽眾最多是台北 好像什麼 都沒有宜蘭跟酒飯的朋友 說那個雨從來沒有停過 哈哈 而且因為我做戲指 那個真的是一年到頭 365天 大概360天都是下雨吧 而且最近有個新聞是 台 就是有汽車放在戶外 嗯 結果發芽了 發芽了 在戲指下雨下到發芽 好狂喔 超猛吧 嗯 對 就是濕玲玲的地方 廚師機要開24小時 嗯 我覺得濕度這件事情 就是佔生活品質很大的因素耶 真的 因為我覺得 南 台南 對我剛來的時候 覺得反而是太乾了 你有流鼻血嗎 有 我最近都在流鼻血 我最近都在 為什麼 剛回來 不是就是太乾了 真的太乾了 太乾了 然後尤其是1月1號過後 那幾天 直接皮膚均裂 我 直接就是臉皮破掉 哈哈 然後還流鼻血 要加濕 對 要加濕啊 那我覺得乾成這樣總比 在以前在北部的時候 濕到 浸在水裡嗎 寒風刺骨 以前在新竹的時候那個 就我覺得這幾天的冷空 冷 天氣冷的程度啊 跟新竹的時候比起來 因為新竹的冷是那種冷入骨髓的 對對對 就是又濕又冷 然後痛苦要命 然後一直發抖 但是 最近這幾天就是 蠻像 連發抖都沒有抖耶 哈哈 就我個人 哪有這個人是另外一個抖 抖到不成人形 我覺得乾冷跟濕人差在這裡 我們現在 要派他去新竹 冷一下 沒有我們現在帶著棉被來錄音 哈哈哈哈 包著棉被 手上帶著棉被 然後在淺咖啡錄音 這次太辛苦 但是 可是我覺得台南冷是不一樣冷耶 它是急速冷凍耶 就是你可能上禮拜還穿短袖 你這禮拜 我快死掉了 哈哈 不是說你本人嗎 對啊 而且我可以分享一個就是 去年吧 滿荒唐的 因為我完全忘記 台南其實大概是冷 二三月最冷 嘿嘿嘿 就是一個瞬間 對 一瞬間就冷下來 對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剛好回去 去年過年比較糟 所以我過完年的時候 已經把最暖的衣服都帶回台北了 想說 哎呀哎呀 應該都要戴下來了吧 用不到 我差點死在台南 馬上去那個店裡買兩三件 對 我現在馬上衝去就是UX 買了超多發熱衣跟羊毛大衣 結果現在想要穿這件 哇 及時救回來 真的 真的就是不一樣的冷度 而且台南冷是那個溫差很大的冷 嗯 一天就有很多 太陽 曠野的那種冷 孫 而且風很大 這個在喜馬拉雅上就 對對對 這重點是風很大 就發財是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誇張 因為發財是沒有風 比較相較之下沒有風 然後其實就溫度觀測而言 溫度應該是差不多 可是因為那是他因為沒有風的關係 那個不好受的感覺少很多了 就是在這幾天的感覺是這樣 風受的就很冷 可是因為可能台南建築物都不高吧 還有台南是平原啊 大片的 所以它就是空曠因為風會很大 然後加上會有膚色冷卻的效應 斷炎 跟嘉義一樣 嘉義更冷喔 爆炸 然後我們 現在7度 真的假的 現在嗎 現在這個時間點啊 他說7度 中心 現在嗎 現在在台南中西區 牽咖啡是7度 好難想像喔 可是我覺得現在冷度 不覺得是7度 不是 我覺得我在大阪 可能3 4度都沒有現在那麼冷 哈哈哈哈 是真的啊 真的啊 那時候在韓國 1度 0度也沒有這麼冷啊 嗯 對 而且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不是講的就是 還有暖氣的問題 就真的是 在走在街頭也覺得怎麼會這麼冷啊 今天開暖氣我覺得真的是救了我 太冷了 暖氣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記憶 啊不是你現在桌上這個 當然啊 這是古老的智慧 古人的智慧 水櫃是古人的智慧 欸你水櫃很就是不需要付登電費 現在電費很貴喔 而且大家請要就是那個節約用點 那我剛才你有講到一個 但是我想要釐清就是 你從永康搬到哪 那時候你的你為什麼想搬 搬去哪這樣 一個是 當然就是一開始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會吧 不管在哪個縣市 就是你一開始到外地工作的時候 你租房子的考量一定是離上班的地點近一點 你的交通成本會下降 對對對 但就是在永康住了一陣子之 住了快半年之後我覺得我要發瘋 哇靠 真的是發瘋欸 我那時候住了半年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搬你之類 因為你 主角還沒到欸 沒有我有撐到主角啦 哇靠 就是因為說你的 等於是你回家的 應該說你的人生就只有白天跟晚上 但是你的點對點太近了 你沒有那種轉換 心情的空間 你的生活圈又海都是在 可能工作場域的附近 你就會覺得你的生活很線索 然後久了我覺得 我覺得我本人是一個很愛往外跑的人 我覺得我要被逼 想要探索台南嗎 沒有我覺得不是探索台南 是我快要被逼瘋了 那附近其實沒有什麼比較生活圈的感覺 因為學生下課就離開 然後 對啊 店家下班也就關掉了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還除 剛好就因為剛剛提到住在工業區附近 啊我家就在 永康交流道大貨車要轉進工業區的必經之路 哇 就是超海鷄四小時的拖板車的聲音 啊 揮之不去的聲音 而且我本人睡覺蠻敏感 就是對光跟聲音 還潛眠 就是被逼瘋 天啊 那就是你 就是得窗戶都關緊緊 就是那個氣密窗都關好 這樣才安全 但因為我喜歡空氣 對 或是陽光 還是要開窗戶 對 然後就要好毛病 然後就噪音 對啊 但是我現在做的地方有別種噪音啦 等一下可以再分享 那時候就是 總之我就覺得這樣不行 如果 如果真的那麼喜歡在台南生活 就是真的要去過一個真的是比較好一點的生活平址的地方 對 所以我覺得千辛萬苦找到了現在住的地方 就住在剛好算是市中興這一帶 嗯 中西區 對對對中西區中西區 哦 就一千卡被人進了 超近的啊 生活平址 馬上好起來 走路真的可以到耶 可以啊 可以啊 走路哪五分鐘 走路哪五分鐘 騎摩托車在五分鐘 十分鐘 走不到 這樣多快 對 反正就住在附近 對很棒 超棒 晚上想喝飲料 騎個摩托車五分鐘就可以回家 幸福 幸福 還不用 想要求走下樓 啊 對 想要求走下樓 我現在比較困擾 就是因為離中西區繁華的地方太近了 總是有一些夜生活的朋友 總是會寢不自禁的在凌晨三四點的時候 放縱自我 對 我的目前 另外一種干擾這樣 但也雖然沒有到很頻繁啦 就是想說人都有這個時候 想要脫離一下自己的狀態 對啊 就是而且搬來市區之後比較多有 有活動或是有一些其他的事可以做 你就會讓你的生活空間慢慢的再擴充 比方說什麼事情 欸 比方說去運動啊 運動 對運動 還有呢 還有 吃草莓喝淺咖啡 對啊吃草莓喝淺咖啡啊 欸那我住在原本的地方 騎四十分鐘來喝淺咖啡我才不錯咧 離淺咖啡好遠喔 對啊我現在這樣五分鐘就好了耶 而且回去又要騎過去很遠 八十分鐘的淺咖啡跟十分鐘的淺咖啡 一定就是選十分鐘的嘛 對 欸淺咖啡有從那個湖內 每個禮拜來的客人 蛤 那個湖內嗎 真的很猛耶 真的假的 對啊 他們剛才還有來你們來之前 真的假的好不好 那我要從 他們就是真的做了四十分鐘的這種車程 他們應該要有一個會員卡或是榮譽證之類的 簽咖啡之友 那我以後要從台北坐高鐵來 真的 要搬一個魂牽夢營的匾兒給他 沒錯 掛在這裡 我直接幫你在這裡設一個公車站 是那個直接台北接駁車過來這樣子 直達簽咖啡和湖內 沒錯 對啊就這個就差很多了吧 還有就是我覺得對食物的想像 是是是 因為你如果住在那附近 食物的豐富度就沒那麼多 啊這裡的食物就是 剛剛我們抱的一堆店家 全部都在中心區 剛剛那邊就是阿姬家 阿姬家林家肉燒飯的 哈哈哈哈 就每一個 對啊 就很難真的就是差蠻多的 啊 就是你的 就是雖然我可能每天要多花一個小時 通勤 對就是蠻瘋狂的 然後花一首通勤 就來回 可是我會覺得是換到那個生活品質 嗯嗯嗯嗯嗯 差很多 嗯 再過台南生活 然後海產王我走路就可以到了 哇 啊面那個海產王 面條王 那我我自己聽另外一個Podcast 叫做一個等 他是兩個台南人訓練台大 然後錄的Podcast 他們有我不知道 欸這這 我們話題也也切到這個 二號跟三號 他們有一個心理現象很特別 就是 他們會 有一點點的 好像是靜香情趣的感覺 嗯嗯 因為他們去了台北 然後 所以回不來嗎 對就是他們會覺得說 欸台北跟台南有一個巨大的差異感 然後那個 生活節奏跟 思考的速度差很多 所以他們 他們就沒有辦法 回來 回來台南 或是回來台南的時候就會整個人當機這樣 當機 對 他沒有辦法接受 現在台南的主流 我覺得我有欸 我就是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在適應這裡的節奏 我覺得我還沒有完全 磁差還沒有完全調過來 磁差 對 但我不會因為還沒調過來 就想說 那就回台北好了 就是我會想說 那我再試一下 不是因為工作人問題嗎 我覺得不是 真的就是因為 磁除工作 我覺得真的 這個城市的 生活的節奏吧 生活的節奏 或者是 你怎麼在這個城市裡認識人的那個方法 其實都完全不一樣 欸 差別是什麼 我反而反過來欸 我其實很恐懼回台北 哈哈哈哈 當然我回去大概花兩個小時 我完全就跟回台北的節奏 台北模式就暗了 台北模式真的很好調啊 對啊 對 沒有辦法想像台北模式 在台北火車站 橫沖直撞 因為像我們兩個 我也是 我也是真的是會在台北火車站 很沖直撞的人 衝不出去 迷路 完全不知道 你會迷路我完全不會 完全不知道 我現在在哪 走了八年還是走不出去 所以這個就是台北模式嗎 迷路 不是啦 那是我個人的模式 哈哈哈哈 台北我覺得我們兩個 雖然都是談的人 但是我們的狀態很不一樣 嘿 他是不想去北方 我那然後我是 我如果去北方 我應該會上社會新聞吧 哈哈 為什麼 會就是憤怒啊 因為我沒有在那裡住過 可是是 我每一次路過 就台北啦 你最北就是到新竹待最久嗎 對 但是 呃 去新竹 然後因為在新竹的時候 很常去台北 每一次路過都覺得超級憤怒 因為有很多事情 就是會令我覺得很奇怪 比如說 那種生活方式就是依賴著 大眾交通運輸的生活方式 然後你不得不跟一堆陌生的人 靠得非常非常近 為何不 不是為何不 問題是一旦你跟他靠得很近 就是所有 所有你不用負擔的亂七八糟的垃圾 就會出現 你是那個嗎 30歲魔法師嗎 就碰到別人 你就會知道對方想什麼 可能吧 可能吧 就是憤怒到一個不行 就還有 因為捷運上會遇到很 呃 會發現很多很討厭的事情 像是每一次 我這樣講會不會被人討厭 就是每一次看到那個搭捷運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靠右邊 這件事情我很不爽 你可以靠左邊啊 你可以靠左邊啊 就是在手伏梯上不能走路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我每次看到手伏梯上就是搭靠右 然後左邊就是輕出一條路 我就會爆炸不爽 然後因為每一次大家都得要去排那個 又搭手伏梯要靠右邊 然後要排隊 然後月台上就會一串串 然後要搭捷運的人 就是會被那個排隊的人擋住 我就會憤怒到一個不行 然後為了逃避這個憤怒 我就只好靠左邊要往上走 要逃離那個現場 好憤怒喔 我整個憤怒都不行啊 然後尤其是 就是還有那個 當搭捷運的時候 博愛座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平常就算囉 我還會做欸 平常就算了 就是那種在通勤的時候 急得要命 然後大家繞著博愛座不去做 這件事情 太可惡太荒唐了 這上面有人你有沒有看到 在跟什麼 你確定嗎 啊我會做欸 啊但其實我會 我是會想要幫台北講話的人 因為我就是那種 高中的時候就是篤定 我一定要去台北念書的那種類型 然後後來一待也是 待了快八年 然後好不容易下定決心 就想說好回家鄉好了 然後就回來 適應時差適應很久 適應失敗 還是沒有還沒還沒有轉過來 但是 我覺得相較是 他就是那時候 為什麼會那麼想要去台北 是因為我覺得那個 資訊流通很快 對 然後他的那種資訊流通法是 很比較公開透明 就是你透過一些搜尋的系統 或是媒介 你就可以知道 去哪裡可以找到誰或做什麼 比如像我回台南 我覺得台南就會是比較 比較隱為的 就是你可能必須 大家關係門來做事情 就是你必須去先認識 裡面的誰 或是遇到了什麼之後 你才可以發現 原來那麼有趣的事情在裡面 可是你在網路上面找或查 你可能找不到任何資訊 但台北可能就是大家流來流去 那個 就是他被公開的可能性比較高 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可能也是會覺得說 台北的那個 就是這些外顯的資訊活動太多了 所以就會覺得說 欸我時時刻刻一天在外面 可能就可以參加兩三個 三四個活動 然後他可能都在很近的地方嘛 然後你一下子去就到了 可是在台南你可能必須 比如說在新營賽速店 你就花一天去 新營 你就不用回來 你就去那一點 周遠就一天了 對你就去那一點就好 或是說 今天在台南的藍賽圖好 你就去完 然後附近可能下一個點又很遠 所以你可能就是 會要花更長的時間成本去 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些資訊 對 對 就是相當會比較拉長 然後就其實會蠻不習慣 那我對距離的認知完全相反 我現在無法想像呢 就是我回去之後 點跟點要移動這麼麻煩 就是我得 我比如說在台北通常 大家都不會騎摩托車 各種的考量 就不太會騎摩托車嘛 所以我要去那個點 我要嘛就要轉公車 要嘛就要搭捷運 那我覺得就是因為你是騎機車的人啊 對啊你這種騎機車就咻就到了 我就是一個不會騎機車的人啊 我就是一個不會騎機車的人啊 我對不起喔 誒說到這個我以前完全不會騎機車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想過 會騎機車 我為了來台南就學了機車 哇 從時速20 我從時速20到時速80 哇 從不敢騎便飆載 我現在真的超 真的飆載 真的飆載 欸80喔 喔還可以再繼續騎一下 吹一下油門 以前真的無法耶 我就是覺得這輩子 絕對不會騎機車 哇 嗯 對啊 對啊可能也是這樣有差吧 就是那種對距離的認知 伴隨著交通工具 對啊 而且比如說在台南你在高中之前 你一定沒有什麼交通能力 除了腳踏車 台北人還不會騎腳踏車 對不起罵了膽子 哈哈哈哈 欸真的欸 我有台北 以前認識台北人的同學 他是到了台南才學騎腳踏車 很不需要啊 我們不需要 你有需要習得這個技能 對啊 應該是不是不被允許騎腳踏車吧 沒有沒有 這最近的腳踏車到也是蠻就是 做得很好 台南才不該騎人 會被車撞死吧 喔 確實是這樣 台南還有 台北還有機車 這個腳踏車專用到耶 還有行人專用到 台南沒有行人專用到 超可怕的 台南才不敢走 對啊 對於這件事情 台南是超級不適合散步啊 那個什麼台南適合 台南是慢活的城市啊 根本是假的吧 大家都騎機車 他叫你不要出門啊 就在騎啊慢活 沒有 這行人真的很不友善耶 沒有 我覺得台南呢就是蠻慢的 但是大家 踏上機車催修門那一刻 就是仿佛是另一個人格 超快 真的超快啊 阿伯還會逆向 可是你剛剛 欸不好意思 3號你剛剛說 認識人的方式有不同 有什麼樣有不同 就是我在台北的時候很容易就是 跟人家亂聊 然後就莫名其妙就認識 然後就加了 就是有了那個 比如說臉書訊息或聯絡方式 就是比較是議題型的認識 就很容易就遇到 比如說在議題圈圈就遇到 很好搭訕 對就是在台北 大家的那個狀態就是比較開放 因為大家都從不一樣的地方來 所以相對就是大家比較容易 就結在一起 那個交友設定就是不認識的人 也可以發交友訊息給我 對對對 那在台南就是要認識的人 在台南就是那個 构頭好友才能發交友訊息 或者說台南的那個圈圈很小又很緊密 所以你遇到誰你可能又跟另外一圈圈 又有關係 然後你有時候可能因為那個距離太近 反而就會覺得說 欸 就是先考慮一下 對對我覺得我跟三號完全是一個 不會認識的人 如果不是因為工作的話 欸 因為我們交友方式完全不一樣 對啊雖然我們都在談 我沒有在交友的 對啊 真的是二號跟三號都沒有 沒有辦法認識 如果不是因為工作的話 對 你也沒看到跟我認識吧 也沒有辦法 真的 對啊 那我反而是因為台南打開了 從沒有會想接觸過的 算是交友圈吧 欸 對啊 比如說簽咖啡這種 台北哪有一個地方會讓你這樣 就是跟老闆或是來店裡的顧客 跟店家的互動關係 對 就是那種店家感覺並更有趣 更緊密一些 然後或者是 因為我後來就是 開展了超豐富的下半後生活 所以我的下半後生活 認識到的交友圈就會 完全不太一樣 上課跟健身 對啊上課啊去健身啊 就會得知很多 不同台南的生活圈怎麼樣生活 對對對 嗯 所以等於是我的交友並不是那麼刻意 然後也不是議題導向 我只是因為某一件事情 然後跟完全截然不同的人 產生一個連結點這樣 嗯 交友方式的不一樣 應該是交友方式不同 對 在台北就 唉 本來我在台北就是很容易去搭訕別人 然後就 然後就之後就會一直都有聯絡 我是台南才容易搭訕別人 那你回去的時候你會被搭訕或是搭訕別人嗎 台北人冷漠啊 所以你回去就會變冷漠模式 會啊 就是就變成說要共同好友人才能發交友訊息給你了 對啊 那個開關要關起來了 對啊 還好已經是好友了 哈哈哈 應該是 不然我可能想說不好意思你是誰 哈哈哈 好可怕 好 那今天這個錄音我覺得我等一下要請這個即將要這個 站別台南的1號 這個等一下讓你想一句話 讓總結一下這三年的生活 那在這之前我想問一下 主導這個恐怖落相館的3號 你們為什麼不開台 哈哈哈 天啊我變主導者 我們在半年前 我們在半年前你就跟我說 天啊天啊 錄音叫錄音了錄了 真的有錄啦 對 台呢 我都跟觀眾說好了 2號有那邊有一大堆存檔 我有嗎 是我嗎 有存檔 但那個存檔就是相關於一些其他的規劃 然後是也蠻好聽 但我們給了一些朋友聽之後他們就說 天啊好硬喔我真的是聽完頭 很乾嘛很乾 不是就是很難 很硬 很硬 有嗎 是喔 然後在後來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很常會一起去一些有趣的地方玩 對 然後我們會去看一些很奇怪的點 對 比如說之前去恆春 然後人家可能就是去看洋蔥 然後我們就看到洋蔥田 然後的後面的琉球翻明屋 琉球翻明屋 就是一群人 琉球人在台灣被殺掉埋著地方 然後就開始Google 然後開始歷史考察 對然後我們就會去找一些歷史的點 或是說那個牡丹社事件的那個地方 我們就也特別去看這樣 我覺得很棒啊 然後比如說 這東西沒有人做就是應該要傳出來了 對 但觀眾不覺得很難嗎 我就想說喔那時候 就其實我們有幾次去玩的時候 然後路上還是有試著路一些 只是我後來都沒有認得 裝建築 沒有 因為我們其實講到後來有點過於 太 該怎麼講 我覺得那個知識密度可能 對一般的人來說太高了 這個 從來再跟他慢慢聊 既然收聽量最高的 也是知識量密度最高的 所以 那個我聽不懂 麻豆社的那個 真的密度 聽到很累 所以 大家不用擔心 好好奇喔 到底為什麼有人去聽那一集啊 我完全無法 我那天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想要伴隨著別式 才把那一集聽完 我沒辦法坐在那邊 聽完那一集 是不是那一集的來賓 就是自己把那個東西 分享給他的學生啊 哈哈哈哈 所以就一傳十十傳百 是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耶 就是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學上課的內容 哪有那個抽不出來的 沒有輕鬆喔 上課然後傳給學生 然後跟學生說要寫信證喔 課程預期 要打分數喔 對啊 這該不會是那個 把我平時考成幾個作業之類 真的很難耶 對啊因為我們後來有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聊的可能話題 或是就是自然而然就是 產生那些錄音 基本上的難度有點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被接受吧 可是我們自己猜想 我覺得不在乎這個 這個收聽量的多寡之外 如果這個東西是 這個世界還沒有的 或是你們以後自己會想回來聽的 它就有它的價值了這樣 我自己也覺得啦 以後還會想聽嗎 以後會想聽嗎 QQ 但其實我很害怕聽到我自己的聲音 你聲音很有辨識度 你們三個人聲音都很有辨識度 但我從來不重聽我任何的錄音 你會覺得尷尬是不是 我會覺得很奇怪 而且又因為我的聲音其實很多變 哦 要多種模式 多種模式 現在這個模式是什麼模式 現在這個模式 客套模式 客套模式 要認真講話的模式 對對對對對 很客套吧 客服模式 客服模式 因為我以前講過客服 所以就自然而然就是 比如說有需要對其他人講話的時候 聲音會變成這樣 但如果一般在更恐怖 完全沒有任何情緒的那個聲音 就是截然不同 所以我很害怕聽到 其實就是自己的聲音 現在是個什麼樣的專業 因為我會知道 我那時候情緒是什麼 嗯嗯嗯嗯嗯嗯 太恐怖了 超恐怖 恐怖是恐怖在這裡 對啊 就是恐怖知道自己當時的情緒 而且知道自己的那個情緒 跟那個反應是什麼 然後你就會知道 哦我可能很不耐煩 但那個聲音又很甜美 真的是客服的專業啊 只要你自己聽得出來 你自己也不是聽得出來嗎 我偶爾會聽得出來 對啊 真的其實情緒是會感到 認識的人會聽得出來 對對對對對對 尤其是認識但不認識的人 可能就哦 還要再猜一下這樣 可愛的聲音 但其實就是接電話那個人 已經很煩了 哈哈哈哈 好那回到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你覺得你如果 總結你這個用 幫我們做個結尾 你這三年這個 這三年嗎 台南真的是一個 超級適合生活的地方 啊 純舊生活這件事情 我真的沒有那麼 就是我真的很懷念 台南的生活 但是 還沒離開就開始懷念了 超懷念啊 我就是一直無法離開 撿咖啡的草莓 之一 這種 對啊我就是覺得我 我那時候其實 包含要決定要離開這件事情 我做的也算是 一點點心理調適 我真的還蠻喜歡 現在的生活狀態 更我喜歡 呃 活在這樣做他的自己 當然去下一個地方 就會活成另外一個樣子 嗯 對對對但我覺得台南 是一個蠻適合生活的地方 但不適合工作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對對對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有 開發一些卡車司機 以外之外 哈哈哈 卡車司機 對造福一些可能想要歸向的年輕人 還是我們現在開始公開徵求這個好老闆 哈哈哈哈 我們這個 非常需要老闆啊 有需要這個 這個藝術專業 然後這個 展覽專業 這個感覺上 我們可以私聊 私聊 公關專業也可以喔 缺客服嗎 壓住也可以喔 壓住 壓住 薪水先4萬以上 沒有4萬我們就不用聊了 哈哈哈 好大概是這樣 好在這個頻道最後我會點播一首 蛋寶在離開台南的時候 他寫的歌叫鄉愁 然後就大家一起來聽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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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顏色 這首歌獻給所有想家的朋友 對於每種背景理想的鄉愁都大致相同 我將從你的回憶裡面找出其中一種 會讓你想哭的人不只講故事 也曾經照顧著你像是小故事 他看著網路的相簿打開了窗戶 他稀吐像冰窟空氣力散步著淡淡的哀愁像老哥一首 緊接著他眉頭一皺又往回一走 那裡的家鄉 那景象還變得夕陽 學校的磚牆 讓人興奮的漆黑的停車場 老字號的想知道的小事 靠著排隊才買到的情景 牽手的情侶 開心的領域 而那先走的朋友成為印象的行律 最後 上車前那車前握著手裡 背著勉勵和期許是寫不下的行李 不斷的走他不斷的找 印象中的路口車不那麼吵 他離開的屋口父母不斷的老 他不斷的走他不斷的找 尋找令人懷念的飯菜 尋找令人平靜的狀態 他的路等待超越的障礙 家的方向模糊的放在心裡 當他來到Big City來到這Big City 他背著太多期待他不許失敗 除非成功否則回不去了 他知道自己不錯 他可以不過 那些習慣著城市中的冷漠 那些習慣高樓大廈的輪廓 那些習慣空氣髒亂 年氣候變換習慣 這瀰漫這瀰爛的夜晚生活 看著他們全學OB 買MDOT 流行ORC 他呢 他不在原地想絕地舞 是運用原地抓住發光的 夢想著揮舞著 當他又邁開腳步 穿梭在高樓間的小路 或往返不同顏色的車廂 他看著他們走的匆忙 甚至跑的倉皇 那不要不是他所向往 不斷地走 他不斷地找 印象中的路口 車不那麼吵 他離開的戶口 父母不斷地老 他不斷地走 他不斷地找 尋找聽著懷念著飯菜 尋找聽著平靜的狀態 他的路 等待超越的障礙 加個方向 模糊地放在心裡 Yeah 這裡很方便 其實沒方便 衣食住行的娛樂 絲毫不遜色 除了雲的顏色 比較常識Hater 還有那些圈子比較多的Hater 習慣了咖啡的味道 早上才睡覺 新朋友的圍繞新的生活 但他依舊喜歡枯燥味的香料 沒絕舌的腔料 他被笑的叫 他將繞口令 他想要 回到令他懷念的地方 他想要重溫那些人事物的出現 但他不知道 他將要或將會面對熟悉 或改變 儘管適應能力老練 那心情 那心情沒法像是點水蜻蜓 他發現 那精靈 在每個人的心靈 都藏了一份沒該辦的地圖 經過鹿港小鎮 通往當年的幸福 不斷地走 他不斷地找 印象中的路口 車不那麼吵 他離開的屋口 父母不斷地老 他不斷地走 他不斷地找 尋找令人懷念的飯菜 尋找令人平靜的狀態 他的路 等待超越的障礙 家的方向 模糊了放在心裡 不斷地走 他不斷地找 沒回家的藉口 聽來沒那麼好 他的心裡怒吼 運勳不斷地掃他 不斷地走 他不斷地不斷地 等待讓人溫暖的灌溉 抵抗讓人心寒的挫敗 他的路 等待超越的障礙 家的方向 模糊了 忘在心裡 看會馬鬥이에 背看嗎 看會馬鬥 邊開 瞬間抓一 pernah 에서도馬鬥 hhh access 二十門 心廷二十門離死ni 首 Main n Beschern After me 十二V后門上車 感谢观看